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稣说八福在登山宝训里面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从登山宝训来找寻从神而来的祝福 第一个福讲到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这样的人 天国里面是什么样的人呢 虚心 其实八福里面讲的每一样都不是讲了人的品性 人的个性 人的人际关系 它其实是在讲一个人生命里面灵里的光景 虚心 那个虚是空的意思 用另外一个解释是说贫穷 没有 空掉了 哪里空掉了呢 心 那个心指的是人属灵的光景 一个灵里看到自己的贫穷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里是这样的人 你还记得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吗 在圣殿里面有两个人在祷告 有一个人根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他看到的是我比别人好 我不像这个人 我不像那个人 我一个礼拜奉献多少 他看到的都是自己有什么 我做了什么 我很好 而另外一个人呢 却连头都不敢抬 在那里垂着胸说 主啊 赦免我这个罪人 耶稣说这两个人 这一个看到自己问题的人 倒比另外一个算为义了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同在神的恩典当中 经历这个祝福 就是看到自己 看到自己真实生命的光景 而当我看到自己真实生命的光景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享受一个祝福 就是上帝会改变我的生命 就好像一个人如果不觉得我生病了 再有用的一生也帮不了他 因为我就不需要一生嘛 你知道当我们真的感受到自己 灵里的贫穷 我们才会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祝福您 今天我们真实地看见自己生命里 最真实的光景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要求你开我的眼睛 让我不只是看到自己 我的好 也不会让我只是永远挑别人的毛病 给我一个恩典 看到自己最真实生命的光景 而看到自己的贫穷 有限 把我带到上帝的面前来 谢谢你 让我这一生 这一天都活在神荣耀的恩典里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祝福你 一天也是一辈子 常常看见自己生命 最真实的光景 上帝祝福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